幼木佳菜子聪颖高洁,出身显贵,在学校是女神一样的存在 男本赖子出身低微,是这座富人学校中唯一的穷人 但佳菜子却主动与其成为朋友 接触中赖子发现,佳菜子是个违背自然而活的人 他喜欢在白天睡觉,在月光下漫步 和这样个性的人做朋友让赖子不安 他忍得许久,终于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像你这么优秀的人,怎么会和我这样又穷 又没有头脑的人做朋友呢? 佳菜子认为,二人互为对方的前世 死后会变成对方 接着,他把一根白绳系在对方手腕上 这是结缘所的法术,这么一来,你就是我了 赖子没有见过父亲 他是被母亲男本君之一手养大的 靠一己之力养育小孩十分不易 母亲身边也经常出现各种男性帮助者 这让赖子觉得,母亲是个不检点的女人 而感到厌恶 母亲对赖子和佳菜子的业友十分反对 一来,少女在夜晚出行很危险 二来,也担心荒废她的学业 她辛苦赚钱才把女儿送去贵族学校 却偏偏遇到了不良少女佳菜子 当赖子听到母亲如此说佳菜子时 她总是生气地反驳 佳菜子不像妈妈这么污秽 她沐浴月光永远都不会变老 母亲则诧异地说 不会变老的根本不是人 那是王良 话说王良这词是贯穿全文的核心概念 在本文中它究竟是什么意思 作者卖了很大很大一个关子 把它说得云里雾里 直到七十万字快读完才交代其含义 在本书中王良有两个含义 一是指一种具体的生命存在 那是一种在泽川之地 模仿人的声音来迷惑人的妖怪 平时无形无害 可一旦让它窥视到人内心的黑暗 人心就会动摇 产生缝隙 而王良就钻进这个缝隙中 迷惑人心 王良的第二个含义指的是边缘 边界 道德的边界 意识的边界 一般而言 越界都不是好事 从人性来讲 人伦越界 那人就不再是人 从社会上讲 法律越界 那就是犯罪 从维度来说 越界就会去往虚空的异时界 赖子的母亲说 嘉菜子是王良 是说嘉菜子越过了人类应有的自然规律 不再是人 如果说一个人身上有王良 那就是说 此人被妖怪入侵了 这是根据不同情形的不同含义 说回赖子这边 母亲的唠叨让他心烦 他便和嘉菜子约好 乘末班列车去巷摩湖边露营 8月16日 赖子赶到时 只有嘉菜子一个人 站在空荡荡的月台上 他两眼红肿 刚刚哭了一场 偶然间 赖子的注意力 集中在嘉菜子脖子上的一颗豆子上 随即 悲剧发生了 电光火时间 嘉菜子掉进了铁轨中 而末班列车刚好迎面驶过 紧急刹车 让牧场休太郎差点栽过去 他刚好坐在这列出事的火车中 作为警察 牧场得知有女孩被碾压 自然地接管过来 赖子神志恍惚 显然被刚刚的一幕惊吓过度 牧场看着嘉菜子被抬了出来 没有受伤的只有头部 忽然间 他的背脊又到电流窜过 他认识这个女孩 可又想不起来 嘉菜子是自杀还是他杀 还无法下结论 赖子作为唯一的目击证人 还说不出有意义的话来 他只是想见一见嘉菜子 可后者已经被紧急送去了医院 无奈之下 一名叫福本的警察 送赖子去医院 牧场同网 路上 牧场忽然想起自己 在哪里见过嘉菜子了 话说 不知如何与女性交往的他 喜欢电影明星 美波娟子 把对方当作理想的梦中情人 警察手册中 还夹着他的照片 而受害者嘉菜子 简直和美波娟子 是同个母子打造出来的 来到医院牧场得知 嘉菜子还在手术中 这时 律师曾刚和嘉菜子的监护人 宇公先后来到医院 而最后一个来到医院的女人 竟然就是美波娟子 她是嘉菜子的母亲 只是如今使用本名 幼母杨子 面对杨子的询问 牧场表示 现在还下不了结论 除非赖子能开口说话 宇公在一旁非常自责 但曾刚却有些幸灾乐祸的样子 这孩子怕是没救了吧 杨子质问道 你在想 嘉菜子要是死了才好吧 难道不就是你们 害嘉菜子变成这样的吗 一旁的牧场自然听出 嘉菜子是陷入了某种事件漩涡中 不久 杨子安排嘉菜子 转院到美马板近代医学研究所 那里有更好的治疗条件 同去的还有对事件十分在意的牧场 依然由当值警员福本开车 在一处森林中 福本见到了研究所 那是一栋正方形的建筑 有四层楼高 有如一个巨大的箱子 这时门开了 一个眼神凶恶 穿着白衣的中年男人走出来 迎接紧急送来的病人 福本离开后 无需留下的牧场却没有离开 他觉得见到梦中情人 幼慕杨子是上天的旨意 因亲历战争 牧场已经搞不清楚 何为正义 何为邪恶 谁是敌人 谁是同伴 但见到杨子之后 牧场有种得到救赎的感觉 凡是不利于杨子的 便是敌人 便是邪恶 十天后 牧场来探望贾赎子 在二楼接待时 他突然的造访 令杨子有些慌乱 他惊讶地回头 左手拿着信封 而信纸从里面滑落 牧场看出他的反常 警察的直觉 让他先一步抓住那张纸 纸件上面写着 会来带走贾赎子 爱惜性命就把钱准备好 金额为一千万元事业 这是一封预告绑架信 杨子的表情像是不知该如何是好 之后 因为预告被绑架人贾赎子 是拥有日本几分之一财富的 财经界龙头的直系子孙 沈奈川警署本部 派出重兵把守研究所 8月30日 关口来到近代文艺编辑部 自《孤祸鸟》事件后 他的状态逐渐好转 主编打算为关口出一部单行本 这时 一位叫九宝俊功的人来访 在主编口中 是新一代幻想文学的棋手 关口看向九宝 他眼神锐利冷漠 大热天却仍戴着白色手套 更令关口想不到的是 九宝的语气咄咄逼人 满脸都是轻蔑的笑容 还故意暗示关口 用别名在三流杂志发表文章的事实 关口满脸通红 不想理会 正打算离开 遇见钟禅寺敦子 过来打了招呼 原来 作为记者的他 要赶去一个分尸案现场 关口本想清静地回家 却发现鸟口首宴 等在他家门口 鸟口是一家出版社的编辑 他们的出版刊物 正是九宝口中的三流杂志 关口就是用楚慕的名号 在他家刊登文章 原来鸟口说 昨日发现一只少女右手 而负责此案的现场主任 恰好是牧场 他希望 藉由关口和牧场 曾是军队上下级的关系 让关口带他去现场采访 关口和鸟口 开车前往案发现场 向摩湖码头 抵达目的地后 关口依靠牧场的面子 得到了关键消息 牧场的手下清木警官说 今天早上在湖里发现桨木 是用油包包裹着 装在箱子里 在被问到牧场为何不在后 清木苦笑着说 牧场进来很奇怪 总是跑去调查 跟他无关 管辖不同的事 正打算回去的时候 关口遇见 同来采集信息的墩子 便捎他一起回城 车上 鸟口纳闷 凶手为什么费这么大劲 把人分尸 还用新的包裹装箱 关口认为 会杀人者精神都不正常 他们的做法和想法 已然超越了常规的认知 可敦子却突然提到了 他的哥哥 中禅寺秋燕 荆棘堂 原来 关于切割尸体的话题 敦子和哥哥 同样有过交流 中禅寺的看法 和关口恰恰相反 他认为 犯人在切割尸体时的精神 是正常的 他是透过这件事情 让自己的状态恢复正常 对此 关口表示诧异 可敦子后面的话 就更让他坐不住了 哥哥还说 杀人动机 是事后为了方便他人 附加上去的 犯罪者和一般人的分界线在于 是否能碰上 能将之付诸实行的环境 中禅寺认为 无论是谁 都有憎恨的人 如果能偶遇合适的机会 在天时地利人和的鼓动下 谁都能干出杀人的事 所谓的犯罪 是因为有法律存在 这就相当于 没有汽车 就没有交通事故 是一个道理 而普通人杀人 正是本文的一个核心理念 它将解释一个 重要事件的逻辑和动机 即便如此 关口还是认为 能做出分尸这种事的人 一定不正常 聊着聊着 路痴的鸟口 不知不觉把车 开到一处临间小路 寻找出路的它 误打误撞 开到一处 警戒守卫森严的场所 像是一处军事基地 十几名军警的后面 是一栋四层楼高 类似巨大箱子的黑色建筑 原来正是美马板研究所 警察们立即把擅闯者围住 他们态度强硬 像在审问犯人 好在 关口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牧场 牧场不解关口 怎么会来这里 就让他们回去 可这遇到其他警察的反对 他们认为不负责此地的牧场 没有权限放行闯入的人 但牧场也不是好惹的 强行给关口放行 关口自然不知道 此时的牧场 陷入了嘉菜子的案件中 违反规定 强行留在美马板研究所 而很快 这里就出现了新的突发事件 让我们回到 嘉菜子出事的第二天 警察去赖子家中询问 并没有收获 警察走后 赖子小声地说 妈妈死了算了 他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说这种话 可偏偏被耳间的母亲听到了 赖子 你果然是王良 都是你害的 几天后 家里来了个穿白神袍的男人 背着一个大箱子 说房间里充满了王良 母亲听闻 便花掉家里所有的钱 让男人做法 赖子完全不想看这场胡闹的表演 他觉得烦闷 便去了咖啡厅 赖子喝着红茶看着杂志 忽然他想到了什么 心情一下子愉悦起来 8月31日 精神焕发的赖子找到警方 在研究所说出了迟来半个月的真相 嘉菜子被一个穿黑色衣服 戴黑色手套的男人推了下去 天太暗了 我没能看到他的脸 杨子惊讶道 你真的看到了 后者被问后 突然慌张起来 是真的 才不是说谎呢 然后他请求和嘉菜子见一面 牧场实在不了解这个女孩的本质 他的话里见不着真实感 总觉得像是虚构一般 再被问到细节 赖子说 当时自己站在嘉菜子右后方 有三四尺远 男子是从赖子的左后方出现的 他推倒嘉菜子后的反作用力 也顺手从背后把赖子推倒在地 当日晚些 杨子为赖子安排了探视 几人来到三楼加护病房 室内摆设着大大小小的箱形机械设备 他们之间用各种管线连接起来 巨大箱子里面也仍然满是箱子 房间的中心 架设了半圆形塑胶膜模制的帐篷 里里外外好几层 嘉菜子就躺在里头 全身插满无数的管子 他秀丽的容貌没有一丝伤痕 缓缓地将头转向众人的方向 露出一副难以言喻的表情 见到嘉菜子的赖子十分激动 以至于被医护人员拉出帐篷 此时 电梯的门打开 这座研究所的主人 梅马板姓四郎出现 他身边是虚奇医生 抱着一个不大不小的箱子 梅马板无视他人 笔直地走向帐篷入口 虚奇紧随其后 突然 里面传来惊叫声 这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梅马板用力地拉下帐篷 只见 刚刚还躺着嘉菜子的病床上 现在什么都没有 幼母嘉菜子 在众人环视下 忽然地消失了 众人慌作异团 四下寻找 可牧场不解的是 本该需要帮助的杨子 竟对牧场说 事已至此 已经不再是您能处理的了 请您别再插手管我们的事了 而约一小时后 众人又获知一个震惊的事实 早他人离开一步的虚奇 被杀死在焚化炉前 这时杨子的态度骤变 牧场先生 求求您 立刻帮我找回嘉菜子 刚刚对您说的话 我全部收回 快点 杨子这么说 好像是在虚奇死之前 嘉菜子都安然无恙似的 这让牧场一头雾水 嘉菜子消失后 在职警员都受到了处分 还有违抗命令 单独行动的牧场 他被罚闭门思过一个月 他回想着嘉菜子消失的那晚 床没有大便活人之类的机关 但事发之后 羽公却不见了 注意到这点的只有牧场自己 他是仅存的冷静之人 牧场后悔 当时没有立刻去抓捕羽公 此人有很大的嫌疑 一天后 羽公作为绑架杀人的嫌疑犯 被全国通缉 半个月后 九月中旬 手下欺慕来访 想请牧场帮忙 他说赖子的证词 如今受到重视 警方把注意力放在 那名黑衣男子的身上 至于为什么过了这么久 证词才受到重视 是因为杨子讲述了一件事情 他于八月三十一日早些时候 在森林散步时 看到了一个身穿黑衣 戴黑色手套的可疑男子 牧场立即认定 杨子在说谎 他是利用赖子的证言 编造出来的谎话 如果真有此事 听到赖子证言时 杨子的态度 应该表现得很激动 可当时的他十分平静 青木说 根据羽公当时的证词 绑架信没有收件人 而且是夹在门缝中的 那里是研究所的接待室 为何羽公跟杨子 会打开没写收件人姓名的书信呢 种种疑点 让警局认为 这是一桩自导自演的绑架案 犯人是杨子与公共谋 可这么做 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 牧场不解 而后 青木说出此行的关键目的 他想请牧场出身 让他那帮朋友相助 侦破此案 接下来 青木汇报所调查的信息 研究所曾是一座军方设施 被杀的虚奇 会定期到镇上收购野生动物 甚至有人还见过毛茸茸的小孩 被装进笼子搬上卡车 不管是野兽还是小孩 只要进入研究所 就没有出来的 至今 已然发生了多起分尸案 受害者之间互不相识 但被害者的母亲 都信奉同样的宗教 还有就是其中一名受害者 生前曾被人看到 跟穿黑衣戴手套的男人走在一起 听到黑衣和手套 牧场不尽精神起来 事件发生时是夏天 戴手套的人应该很少 如果 赖子跟杨子说的是真的 那佳菜子和分尸事件便关联了 而佳菜子也有被分尸的可能 9月24日 牧场出山 他首先要确定 已发现的手脚不是佳菜子的 他找到法医李村 后者告诉牧场 除了第一件分尸案的血刑 与佳菜子一致 其他血刑都不对 但第一件分尸案发生在8月29日 那时佳菜子还未被绑架 所以 他不可能是分尸案的受害者 李村还提供了一个线索 有的受害者的手 是活着被切下来的 这表示 犯人在行凶前 就已经准备好切割工具 所以 他是为了切割才杀人 目的很可能是进行人体实验 人体实验四个字 像闪电一样击中牧场 没妈版姓四郎 一旦进入研究所 就再也回不来 但李村很快质疑自己的猜测 因为第二位被害人的切口很粗糙 而实验者往往做事非常认真 有的受害者手脚 被切断之间隔了一段时间 说明犯人切着切着 便停下来思考 如何改进手艺 根据先后死者被切砍的技术 越来越高明 也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 对于第一个受害者 他只看过照片 牧场问李村 认不认识 梅马版姓四郎这个人 李村点头 他说 梅马版原是在地大 专攻免疫学 但后来成了外科医师 是个传奇人物 但他因为过于反常的研究 研究不死的方法 最后被逐出了医学界 李村还说 刚刚关口也来了 也是询问分尸杀人事件的 他还拿了一个 叫峰会御举神教的信徒名册 发现其中 有好几个信徒的女儿失踪了 牧场想 湖边案发现场 研究所 现在是法医这里 关口这家伙 在四处打听什么啊 牧场想起来 分尸案死者的母亲 都信奉着某个宗教 他要来一本抄写的名册 立刻翻开来看 上面写着 桑野真子 宿田龙 九宝俊宫 南本君之 南本君之 不就是赖子的母亲吗 事到如今 这应该不是偶然了吧 牧场来到杨子家 了解到羽公这十四年 都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家菜子 算是犹他一手抚养长大的事实 然后 牧场问出此行关键问题 你与梅马板是什么关系 一开始 杨子还想隐瞒 但在牧场的施压下 也说了实话 原来 梅马板是杨子的父亲 当母亲得了绝症后 作为医生的父亲 抛弃了他们 牧场又问 你根本没见过 戴黑手套的男人吧 你为什么说谎 杨子说 他烦恼于自己和羽公 被警方怀疑 于是捏造了一个嫌疑人 转移压力 牧场认为 这个逻辑合理 而且也起到了作用 官富二代 贾木金李二郎 不但没有继承家业 还做了侦探 这个奇怪的职业 他拥有幻视能力 可以看到别人的记忆 这天 曾刚前来拜访 他是柴田耀红的律师顾问 来请贾木金帮忙找人的 所寻之人 正是在研究所 凭空消失的嘉菜子 话说柴田耀红 是财经界的龙头人物 地位显赫 他的继承人 长孙柴田红迷 没有继承家业 而是在二十年前 和幼木杨子私奔 虽然被柴田耀红的手下追回 可杨子已经怀孕 之后战争爆发 红迷战死于塞班岛 柴田耀红失去了继承人 唯一有继承资格的 就是杨子肚子里的孩子 杨子主动放弃继承资格 偷偷生下了嘉菜子 柴田多次想资助 他们母女的生活 近一份人道主义关怀 但都被杨子拒绝了 耀红见到人穷质不短的杨子 多少有点感动 他软磨硬泡 还是让杨子接受了资助 耀红提出的条件如下 第三者监督就是羽公 而曾刚对他很是瞧不起 因为羽公本是技术人员 结果被派了这么一个 不清不楚影响前途的差事 还不说半句怨言 于鲁正直地工作14年 后来 杨子偶然成为明星 经济上也不需要帮助 按说事情该告一段落 但今年7月 耀红病倒了 他不断说自己亏待杨子 想见嘉菜子之类的话 毕竟现在 唯一的血亲只剩下嘉菜子 他更是表示 把一切财产全给嘉菜子 不是几成 而是一切 之后 杨子拒绝继承 但问题是 他没有告诉嘉菜子 自己的身世 后者也对遗产继承之类的 一无所知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 嘉菜子出了事故 还被人绑架 而失去医疗设备的他 也活不了多久 如果嘉菜子比耀红早死 财产继承就无效 如果耀红比嘉菜子先死亡的话 就必须执行这份遗嘱 而柴田耀红在前几天已经逝世了 现在 正是该实施遗嘱的时候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曾刚再三嘱咐贾木精 这件事严谨保密 千万不要和任何人讲 然后第二天 贾木精就把这个秘密 讲给了所有人 这日 关口读着九宝俊宫的新作 《侠中少女》引发联想 书中描写一名 对箱子异常执着的男子的妄想世界 而具体内容和近来的分尸案非常相似 关口和鸟口决定 向中禅寺求助 而贾木精也在这里 随后 贾木精把有关柴田家 和嘉菜子的所有秘密 都告诉了中禅寺 关口忍不住吐槽 贾兄 你难道没有身为侦探 应有的职业操守吗 没有啊 后者斩钉截铁地说 接着 大家互相交换信息 鸟口表示 自己调查了玉举神教主 他名叫士田兵卫 是个制造箱子的首艺人 拥有一家工厂叫香屋 他的箱子工艺很好 甚至像研究室的特殊设备 都来找他定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士田被征兆了 虽平安无事地回到家乡 但原本雇用的工匠 全都死于战争或空袭 本就不擅长与人来往的士田 封闭心灵 过着孤独的生活 一天 士田从邻居那里 得到祖母拜托寄存的木箱 他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直接改写命运 原来很多年前 一位教授 带着箱子来鉴定祖母的超能力 里面有一只壶 壶里的纸条上 写着亡两二字 教授想知道 祖母能否透过封闭的箱子 看到壶里的文字 可惜祖父对此事非常反对 赶走了教授 箱子就偶然间的留了下来 听到这里 钟禅寺表示 那人是弗莱友吉教授 然后讲述了一个 大家或许熟悉的故事 话说这个弗莱友吉 热衷于超能力实验 他的实验对象 是玉传千赫子 常伪玉子 但二人都因社会的娱乐 或自杀 或病故 于是 弗莱友吉继续寻找此类女性 把目光锁定在 四田的祖母身上 祖母的超能力属性 和亡两二字 一下子给了四田灵感 他决定改头换面 自我造神 欲举神教诞生了 此教主张人 要清廉方正的过活 去掉心之杖毙 也就是欲望 说谎之类的恶习 杖毙滋生亡两 亡两害人无穷 信徒们听闻 战战兢兢 害怕自己身上 或房间里冒出亡两 于是 破财免灾 接下来就是中禅寺 见怪不怪的长篇大论 书中他引经据典 庞征博引 庄子 淮南子 史记 山海经等中国古典 都给搬了出来 云里雾里的解释了 何为亡两 我们上集已经介绍过 这里不做赘述 接着 鸟口拿出录音机 他曾偷偷地录下 四田做法的音频 咒语把旁人听得迷糊 但中禅寺却露出笑容 他表示 欲举神背后 必定有个躲在暗处操纵的第三者 想要找出那个黑手是谁 就要查出四田家人的经历过往 他让关口把调查重点 放在信徒名册上 而关口由于走得匆忙 把九宝俊宫的新座 《霞中少女》 搬载了中禅寺家 话说关口和贾木精 造访赖子家 可家中无人 于是 他们先去咖啡店站坐一会儿 没想到二人 在这里遇到了九宝俊宫 贾木精透过幻视 看到九宝脑中出现香内的家菜子图像 他认定九宝和家菜子的失踪有关 可九宝失口否认他认识家菜子的事实 贾木精拿出家菜子的照片 递给九宝想看他的反应 九宝诧异地拿过照片 他今天依旧戴着白手套 然后便保持着凝视 手指微微发颤 九宝依旧否认 但他表示愿意帮忙寻找 然后借来照片 一拿到照片 九宝又开始盯着猛桥 眼神非比寻常 两人返回 刚好碰到了回家的赖子 贾木精启动幻视 看到一颗青春痘 赖子对二人的调查十分反感 低着头就跑掉了 而此时 南本君之开了门 他意气消沉 目光呆滞 你刚刚想自杀吧 看到家里的情景 贾木精唐突地问道 南本承认 若不是有人来访 他现在已经凉了 贾木精明确地告诉他 欲举神是骗子 但南本执迷不悟 听闻贾木精也只能用 残酷的事实让他重视起来 赖子被杀人魔盯上了 并秀了秀幻视技能 让南本总算相信他的话 三天后 众人汇聚荆棘堂 关口第一个汇报 他讲述了偶遇酒保 与赖子母女对话的经过 贾木精说 在赖子记忆里 看见了豆子 接下来是鸟口汇报 他查到 常去香屋有个奇怪的年轻人 定制了很多箱子 尽管天气很热 也戴着手套 鸟口猜测 他可能是四田的儿子 几人联想到他就是九宝竣工 因为九宝不管什么时候 都戴着手套 据说他的手受过伤 失去了几根手指 听闻 钟禅寺表示 这次四个事件 有两件已经知道了 说完 他联络青木警官 因为牧场处于闭门思过期间 没有警方的权限 而此时青木刚好赶到 他立刻打电话 安排人去保护南本赖子 钟禅寺表示 这次的事件 并非一连串的连续事件 而只是共有了某个部分 在与本质无关的地方 产生了因果关系 四个事件分别为 一 幼木家菜子杀害未遂事件 二 幼木家菜子绑架未遂事件 三 虚其被杀 即幼木家菜子绑架事件 四 连续分尸案件 钟禅寺还直言讲出 分尸案的犯人 正是九宝竣工 四田并未成神的幕后黑手 也是他 接着他唯唯道出事情的原委 两天前 钟禅寺读了关口落下的 《侠之少女》被吸引 于是就买了 九宝竣工全部的小说阅读 其中一本书有一段九宝的采访 他的青年时期 住在左锦川上游的 伊士神宫附近 那是宗教新圣地 他自述此段经验 带给本作品莫大的影响 通过鸟口录音四田的咒语分析得出 注词的读法来自伊士神宫 这是极为专业的人 才能做出来的事 一个手艺人 不可能有这般本事 还有 九宝成长地 有座求菩提山 山上有座鬼神殿 鬼神殿里供奉的御神体 居然是个箱子 这个封印鬼的箱子 叫深秘御举 御举就是御举神的御举 综上所述 第一 四田并没有在左锦川生活的记录 第二 他不可能知道专业的注词 所以 他的师父 就是在此地生活过的九宝竣工 再者 九宝竣工有戴手套的习惯 定制木箱的人也戴手套 所以 九宝就是手套男 如今 赖子频繁进出咖啡厅 加上九宝也出现在这家咖啡店 因此两人已经有所接触的可能性很高 而从教徒名册上来看 分尸案就是按照名册的顺序进行的 这本名册就是为九宝而创造 而九宝的作品根本都是他的日记 里面的故事都是真实发生过和即将发生的 再被问到九宝和佳才子事件有没有直接联系 钟禅寺说 没有 因为手套颜色不同 而关于赖子为什么隔了半个月才出面作证 钟禅寺的推论让所有人惊掉了下巴 其实赖子从来没用想不起来 或者忘记了这类说法解释自己的行为 事件发生半个月后 赖子在咖啡厅翻看着近代文艺 当读到关口所写的一部小说时 赖子仿佛得到天启般欣喜 因为小说中描写了一名黑衣杀手 经反复思考之后 赖子决定用这个人物设定作为开脱证词 因为推落佳菜子的凶手就是赖子 这世上只存在着可能存在的事物 只发生可能发生的事情 既然案发现场只有两人 其中一人被杀了 另一个自然就是犯人 欣慕努力回想当时的情形 从事故发生到警察到达的这段期间 并没有人通过检票口 站台上只有佳菜子和赖子两人 因此警方才下意识地出判 佳菜子是自杀 至于为何没有人怀疑凶手是赖子 那是因为二人是最好的朋友 是公认的事实 而且一个普通的女孩 怎么可能成为杀人凶手呢 中禅寺表示 普通人和罪犯的内心情感性质相同 他们只需要一个机会就会成为罪犯 意大利犯罪学者龙布罗索 提倡天生犯罪说 认为人天生具有犯罪的特质 对于某些人来说 犯罪就像是突然降临 又突然离去的过路膜 而赖子当时就是过路膜上身了 在夜深人静的车站 一个女孩站在月台边缘 电车即将进站 自己站在那个女孩背后 没有目击者 机会只有一次 在那极短的瞬间 过路膜从他身上溜过了 因此赖子推了佳菜子背后时 心中并没有憎恶、怨恨的情感 接着 中禅寺还原了事发当时的真相 首先赖子的证词说 犯人推倒佳菜子后 在反作用力下把自己也推倒了 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很紧密地站在一起的话 由于二人身高相当 发型与制服又相同 犯人很难在黑暗之中 从背后分辨得出哪个是哪个 可他们不是朋友吗 众人还是不解 即便是过路膜上身 可赖子需要杀人的理由呀 是青春痘 中禅寺给出答案 如果非要动机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因为男本赖子 具有强烈的阿蛇式情节 现在 说到本书的一个核心概念 它不仅可以解释赖子的犯罪动机 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 了解日本人独特的心理世界 这不是作者创造的 而是真实存在的日本文化写照 话说阿蛇式是王舍城的王子 母亲韦提西 为保住夫君贫婆苏罗王 对自己的爱 决定怀孕生子 而这个孩子 是住在森林里的一个仙人的化身 根据预言 这个仙人到去世还有三年的时间 北提西夫人生子心切 等不了三年 便害死了仙人 而怀上的孩子就是阿蛇式 阿蛇式长大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母亲的美好形象就此幻灭 她要杀死母亲 却被沉下劝阻 但罪恶感始终困扰着她 于是阿蛇式身上起了浓疮 发出恶臭 这时只有母亲细心照料她 通过这种无声的奉献 北提西夫人原谅了想要杀死自己的儿子 阿蛇式也原谅了母亲 简单来说 就是以母子一体化的依赖开始 之后产生了憎恨与攻击 在经历过攻击行为后的原谅与罪恶感 又再次回归一体化的一种心理循环 即因为爱母亲 所以怀有杀害母亲欲望的倾向 有爱生恨 相爱相杀 在赖子眼中 母亲是个行为放荡的女人 原来我是那样的女人生下来的啊 所以她讨厌憎恨自己的母亲 佳菜子就像她母亲的替代品 是她的撒娇对象 也是她憎恶的对象 佳菜子对赖子而言 是近乎于完美无缺的信仰对象 因此 她必须在任何层面下 都保持完整完美 不可以老 不可以悲伤 不可以痛苦 可说巧不巧 佳菜子那天哭了 表现出了悲伤 而且还长出青春痘 赖子想起佳菜子 曾提过天人武衰的概念 天女会在某天出现代表衰老的症状 这预告生命即将走向尽头 于是赖子陷入了深深的恐惧 她极端崇拜的完美偶像要消失了 偶像坠地 就如同预言失败的巫女一样 必须以死谢罪 再有 佳菜子说 她和赖子互为转世 所以赖子坚信 只要佳菜子死了 自己就能成为她 她羡慕佳菜子的人生 于是在佳菜子保持在最完美的状态 让其死去 不过在车站的瞬间 她并未想这么多 只是天时地利人和 加上那颗青春痘 过路磨一闪而过 赖子就这么做了 她之所以半个月后才出来做伪证 是因为她也不想受到法律的制裁 直到想出好主意 这半个月来 赖子战战兢兢 生怕佳菜子开口说话 可奇迹发生了 佳菜子没死 也没获救 而是消失了 真相大白 钟禅寺表示 当务之急是保护赖子 击捕九宝郡公 青木立即前去办案 他离开后 在贾木金的催促下 钟禅寺说出一段前尘往事 战争期间 钟禅寺被征兵后 派到陆军研究所 那时的研究所 是梅马板专用的 帝国陆军特别设施 而钟禅寺被指派的任务 是进行宗教洗脑实验 对此 钟禅寺觉得很无聊 这么做会忽视人格人权 彻底成为战争罪犯 所以根本没有认真工作 至于梅马板 他在认真地进行不死的研究 军方认为 如果能成功造出不死的士兵 战争就绝对不会输了 可是梅马板的认真 反而是军方的一大败笔 他的研究 大量消耗军用开支 却没有成效 战争结束后 梅马板依旧像是一台机器般 埋头进行研究 忽略家庭 正说着 青木突然跑了进来 说警方发现一串少女的手上 带着结缘锁 是赖子的手 贾木金十分自责 他前天才跟被害者与犯人 双方见过面 却任由他们离去 中禅寺让青木赶快逮捕九宝 搜索他的房子 残留的赖子 或许还有气息 接着又说 好 我也不能继续做事不管了 荆棘 你要行动了吗 贾木金有些激动 没错 我必须去打击玉举神了 灵媒这类对象 不是警察能够处理的 9月28日 中禅寺一行人抵达玉举神教 他谎称关口被王良覆没 见到教主 听说您专门收服王良 不知您在哪修行呢 我没有修行过 一切都是 一切都是玉举神的灵力是吧 中禅寺有意识地 抢在四田话说一半的图中说话 虽从头到尾保持着低姿态 却莫名地让人感受到一股压力 你很清楚吗 无需担心 我是正牌的 之后 四田带一行人来到和道场差不多的房间里 关口继续充当无知的病人 中禅寺便和四田玩着真真假假的把戏 而他突然的一句话 便让在场的所有人吓了一跳 这个房间充满了王良 四田反驳道 王良都被他收进台座上的同木箱里 也就是玉神体中 中禅寺无声无息地走向箱子 这个房间里不止王良 还充满了世上一切误会与灾厄 照这样下去你会失明的 中禅寺是根据四田的面色和症状推测他可能患的疾病 被说中的四田也被唬住了 失去了原有的威严 中禅寺指着玉神体 不留情面地说 他的位置摆放错误 你根本就是个冒牌货 然后正牌阴阳师科普了一下玉神体的正确摆放 他说四田把箱子放在鬼门是缺乏常识 鬼门概念来自中国的风水术 西北为天门 东南为地户 西南为人门 东北为鬼门 四田把玉神体摆放在鬼门 也就是东北巷 而王良又称方良 位于四方 绝不是只会从东北角出现而已 然后中禅寺演示了正确的除魔流程 以及注词的出处和正确用法 他长篇大论讲经说法 让四田醍醐灌顶 自残行贿 说着 中禅寺指着祭坛上的一个铁箱子 这里面装了他的手指 对吧 听到这话 四田完全崩溃了 在莫名其妙之中 虚脱了 其实中禅寺并没有透视能力 他已经在事前取得了各种情报 也包含了贾木金的幻视内容 彻底臣服的四田 要求着中禅寺 拯救他的生命 中禅寺表示 把信徒的钱财 悉数奉还 一切灾恶就会消除 而接下来的谈话 则是今天的重点 中禅寺揭露 九宝俊公就是四田的儿子 眼看在阴阳师面前 根本藏不住秘密 四田便说出了一切 四田的妻子名叫阿里 患有精神疾病 从不照顾小孩 四田觉得很困惑 与妻子也无法沟通 想着只要有钱 应该就能解决这个困境 之后的四田 一心沉浸于箱子的制造中 疏于照顾妻女 九宝被彻底放任 成了一个只会跟母亲两人 静静地待在客厅的孩子 之后战争爆发 四田被征召入伍 在残酷的环境下 他逐渐取回了人性 如果能活着回去的话 一定要过更像个家庭的生活 复原的四田回到家 只剩一个空荡荡的房子 客厅里摆着一个铁制的箱子 里面收着四根干掉的手指 之后的几年里 四田一个人生活 不管是家人还是情感 他全部都忘记了 可想不到几年后 九宝竟然出现了 此时的他已经成长为一个 英姿风发的青年 是我 你的儿子 快 把我的手指还给我 这就是郡公所说的第一句话 原来 四田出征后 疏于看护的九宝在玩铁箱子时 四根手指被夹断了 阿里陷入半疯狂状态 上吊自杀 九宝则被人收养 他的养母热心于祭拜 经常带着九宝参加宗教活动 这让他懂了很多宗教神学方面的知识 妇人去世后 九宝回到家乡 九宝的出现只让四田觉得恐怖 他没有一天不对四田诉说自己的事 眼神像在施虐 一天 邻居送还四田祖母托付的亡粮之乡 二人的对话被隔壁九宝听到 这个箱子和他在鬼神殿建掉的御神体简直一样 于是九宝根据所掌握的宗教知识和概念 移花接木般创造了全新的宗教 欲举神教 而所谓的教主四田则成了他的仆人 讲完这一切后 四田便去警察局自首了 他早就隐约赶到九宝犯下的罪行 可钟残四却说 九宝的性命有危险 关口不解 犯人明明就是九宝啊 可事情的发展再次出乎意料 前去抓捕的青木却被九宝袭击了 而九宝潜逃不知去向 警方在九宝的车库里发现整齐罗列的箱子 其中一个箱子里紧密地塞着被切断四肢的赖子 带着宛如还活着般的苦闷表情 之后警方投入大量人力 对九宝展开全国抓捕 钟禅四获得消息 牧场今天一回归岗位 立即申请了枪械 然后就消失得不见人影了 他一定是查到了某个无法忍受的真相 以他那种死脑筋 说不定干出什么危险的事情来 他让众人立即前往梅马板研究所 自己随后就到 在去研究所的路上 甲木金先绕行到幼木杨子家 并有些强硬地拉他上车 这是钟禅四嘱托的 要带上牧场所爱的女人 然后当着牧场的面 把话说清楚 另一旁 牧场冲过工作人员的阻拦 来到佳菜子的病房 见到梅马板独自一人 坐在散乱的箱子堆中 他看到牧场也不亚意 你把佳菜子藏到哪里了 牧场如今的怀疑对象 只有一人 那就是对这栋建筑 所有机关最了解的人 梅马板失口否认 让没有直接证据的牧场 又气又恼 可倔强的他 认准的梅马板 是一切悲剧的始作俑者 他大骂梅马板 没有道德底线 用人体当实验材料 他在焚化炉附近 见过类似于人骨的残骸 不管是佳菜子还是赖子 全部都被你用在实验上 切割成碎片 重新组合 人类不是粘土工艺品 不是能够拿来捡捡贴贴的 以当今的医学水准 连一颗肾脏也移植不了 梅马板对此感到愤怒 事实上 他的确没有用过人类做实验 但这根本说服不了牧场 他把枪口抵住 梅马板的额头 说话就要扣动扳机 上集说到 愤怒的牧场 把枪口抵住梅马板的额头 说话就要扣动扳机 千钧一发之时 贾木精赶到 冲过来揍了牧场一拳 大问蛋 适可而止吧 电灯闪烁 整栋建筑发出地名般的机械声 而一个黑衣男子也出现在门口 看诊的时间到了吗 教授 中禅寺适时到场 同行的还有青木和曾刚 中禅寺 你来做什么 梅马板静静的对他威吓 我今天是来驱除亡两的 并且 你的患者是杀人犯 终于当着众人的面 中禅寺开始了最终大揭秘 有关第一事件 幼木家菜子杀害未遂事件 中禅寺已经给关口的人详解过 在这里我们就不做想述 以下是关于第一事件的背景补充 一切要从幼木养子 变成美波娟子的时候开始 偶然成为明星的养子 不想让女儿知道这复杂的过往 于是改名换姓 为美波娟子 同时也隐瞒了自己 是美马板女儿这个事实 展开全新的生活 而这个迷一般的女人 还有一个更大 更见不得人的秘密 那就是 家菜子 不是柴田红迷的孩子 更糟的是 这个秘密被一个人发现了 那就是虚奇一生 他要挟杨子 并以此勒索金钱和身体 听闻 曾刚十分气愤 原来杨子不让家菜子 继承遗产是这个原因 他欺骗了柴田家十四年 话说这件事 柴田红迷是知道的 可依然向杨子求婚 原来红迷是 无产阶级运动者 他认为祖上的资本家 都是恶鬼 是拜金奴 是掠夺者 他要让一个野种 成为柴田家的继承人 让乌浊的柴田之血 断绝 杨子那个时候需要依靠 就按照红迷的安排私奔了 在被抓回来后 靠着红迷偷偷给他的一笔钱 生下了家菜子 牧场的怒火沉静地燃烧着 你果然还是想要经济援助吧 杨子什么借口也没找 老老实实地承认了 他之所以维持着谎言 是担心身为律师的曾刚 让他偿还过去多年的援助费 杨子目前没有这个能力 但曾刚的一句话 却让杨子大吃一惊 你错了 如果你向我坦诚的话 要我帮多少忙 我都肯啊 原来曾刚 根本没有表面上那么冷血 只是情商低 说话难听而已 他也为自己 无法传达真心想法 而感到懊悔 总之 因为曾刚的连夜来访 杨子不得不 扮强制地让家菜子外出 还好 家菜子本就喜欢在夜里散步 也不怎么觉得痛苦 但就是这个节骨眼 虚奇再度以恐吓者的身份来到 只是这次 他先碰上了家菜子 知道真相的家菜子 深受打击 他本想邀请赖子 一起离家出走 却在赖子的手中变得半生不死 正常而言 这么重的伤肯定没救了 杨子与家菜子的悲剧 在此就该落幕 但因为梅马板的存在 事情又进一步恶化了 得知孙女家菜子 身受重伤的柴田耀红 决心一定要将其救回来 梅马板是顶尖的科学家 但他并非因思维太过超前 而遭放逐 而是为了治疗自己妻子的 肌无力病症 妻子的器官一直衰竭 梅马板考虑进行活体移植 可惜失败了 此时他忽然觉悟 活体移植有其极限 只有用机械代替 因此他想到把整个身体替换掉 制作一副机械身体 以达到不死的目的 而这种事 梅马板真的做到了 如果把人体比作箱子 一般人的想法 是把其他异物置入其中 但梅马板思维独特 在箱子外制作更大的箱子 所以这栋建筑物本身 就是他创造的人类 就是一副巨大的机械身体 那些低沉的运转生 就是五脏六腑在工作 在维持他本身的生命活性 可这需要大量资金 眼看着研究所就要撑不下去了 家菜子的重伤带来转机 因为杨子告诉梅马板 关于柴田财产的事 这对他来说是双重的好机会 有了这笔财产的话 家菜子能继续活下去 同时也能继续活体实验 接下来只要杨子谎说 家菜子愿意继承遗产即可 可是他却连继续谈判的机会也没有 因为想继承财产 必须等到药红去世才行 从病情来看 药红比家菜子先死的几率 明显的低多了 而杨子无论如何 都需要一笔应急的钱 所以才会想到 靠自导自演的绑架来榨取赎金 但杨子并没有打算付诸实行 因为梅马板向他宣告了绝望 由于没有资金购买燃料 这个装置只能运作半个月 家菜子的生命只能维持到8月31日 也就是他消失的那天 第二事件 家菜子绑架未遂事件 话说 用家菜子赚钱是虚奇的主意 但他真正的目的不是榨取赎金 而是柴田的遗产 财产继承的关键 在于药红和家菜子谁先死 拿药红来说 他的死期是非常不明朗的 而家菜子的死期 则是箱子停止运转的8月31日 所以让家菜子在死前被绑架 变成生死不明的状态 只要无法确定死亡 就能继续进行财产继承 谁都知道 药红来日不多了 事实上 他也的确去世了 所以 家菜子坚持一天 就是胜利一天 那要如何证明 家菜子还活着呢 虚奇说 他有独自的生命维持法 可以让家菜子存活 他说服了杨子 将家菜子改造为一个小巧的便携的物体 于是 眉马板对家菜子再度进行手术 切除剩余的脊椎 骨盆 以及四肢 因为家菜子的心脏 已经衰弱到不足以运送血液到四肢末端了 牧场听闻 无法接受 你把人的身体像烟鲑鱼一样乱切一通 你还算个人吗 眉马板不以为然 愚蠢 只要还有生命 人类就是人类 而医生的职责就是尽力延长人类性命 钟禅寺 立即驳斥眉马板 医者人心的言论 他之所以要切断四肢 是要拿来当作绑架性的材料 原来 虚奇独创的生命维持法 可以让切下来的手臂保持存活 他保存了家菜子生命活性最强的左手 其余的 则是由羽公葬在家菜子受伤前想去的相模糊 路上因车祸 家菜子的右手丢失 最终被人发现成为第一起分尸案的起点 之后 家菜子的双腿也被发现在相模糊 但因为那时家菜子并未失踪 所以警方从未想过 那就是他 接着 消失之日8月31日来临 当时的家菜子 身体已经远小于常识中的印象 然后 就是眉马板和虚奇 自导自演的大便活人魔术 那天 虚奇随身带着的箱子 就是装走家菜子的匣子 之后虚奇抱着家菜子迅速离开 没受到他人注意 他来到焚化炉 那里的真正功能 是虚奇所说的生命维持装置 里面保存着家菜子的左手 中禅寺顿了顿 来了一个华丽的转场 第三事件 家菜子绑架 即虚奇杀害事件 首先要说 伪装绑架案完完全全的失败了 因为虚奇不可能把自己的死亡 也策划进计划之中 而第三事件的真正主角 或者说始作俑者 则是羽工 中禅寺看着曾刚 曾刚先生 你认为羽工是个笨蛋吧 他不懂得把握良机 过度的自我奉献 是个笨蛋 中禅寺摇摇头 然后讲述了一个没有人知道的 真实的羽工的故事 表面看来 羽工像是随波逐流 但他所处的状况 正是他所期望的人生 由于是看着家菜子长大的 一直是独身处男的羽工 产生了洛莉塔情结 也就是深度练少女癖 可家菜子出世后 羽工长期以来的幸福被破坏了 他决定亲手葬去家菜子 来结束一切 却发现少了一只左手 于是 在家菜子消失那天 知道计划的羽工 单独来到焚化炉前 打算带着那只活着的手臂离开 可当羽工想把左手收进匣子里时 虚奇带着收纳家菜子的匣子 来到焚化炉 虚奇很惊讶 也很愤怒 手臂离开焚化炉的话 很快就会死去 绑架计划就会失败 接着羽工发现了 比手臂更具冲击性的圣物 虚奇手里的家菜子的投身 为了得到圣物 羽工杀死虚奇 然后带着匣子逃走了 而就在局面 已然十分混乱的情况下 又有另一个被害者登场了 九宝俊工 第四事件 连续分尸杀人事件 次日 羽工带着匣中的家菜子 与他的手 搭车逃亡 不过对于他本人来说 这却是私奔 在火车上 羽工偶遇了九宝竣工 对箱子一向好奇的九宝 无法不去注意 羽工手里的东西 在看到匣中的少女后 九宝震惊了 这也解释了 这也解释了贾木精的幻事 从九宝身上看到 家菜子的原因 不知为何 非常羡慕起男子来了 小说《侠中少女》 正是这样写的 《侠中少女》 让扭曲的九宝 产生了想要得到 一个相同少女的想法 于是便按照信徒名单 开始作案 残忍的肢结 一名又一名鲜活的少女 他在少女们活着的时候 一点点砍下四肢 心中并没有杀意 他只想得到一个 和家菜子一样的侠中少女 所以事实上 分尸案是从此时 才真正开始的 第四个事件就此结束 而当所有人以为 这漫长的解谜 终于告一段落的时候 中禅寺又来了一个反转 梅马板 把放在那里的酒保 交给警察吧 中禅寺指着梅马板 身边的平台上的匣子 众人又是一惊 研究所里 怎么会有酒保呢 而中禅寺的话 让所有人都站不住了 因为在家菜子消失后 这个巨大箱子的主人 就变成了酒保俊宫 现在的众人 竟然身处于酒保的内部 在他的身体中 进行这一系列的谈话 至于为什么酒保会在这里 这还要从他遇见赖子说起 话说贾木金在咖啡厅 把家菜子的照片给了酒保 之后赖子来了 在见到家菜子照片后 很是惊讶 酒保也从他身上得知 有能完成自己 不断失败的实验的人物 与这间研究所的存在 之后酒保残忍地分解了赖子 但缺乏医学常识的他 依旧创造出来的 都是些腐朽的尸块 于是酒保决定不惜一切代价 拜访梅马板 求师问道 他在出发之前 恰好碰上青木 在打晕他之后来到研究所 然后就成了活体实验对象 至于梅马板 为何会这样做 因为第一 他不可能和酒保这个疯子 交流科学经验 第二 正愁没有实验对象的他 决定用酒保这个祸害 变废为保 也是变相的为民除害 可即便酒保是个罪犯 梅马板的行为 也是犯罪 钟禅寺希望他悬崖勒马 可后者表示 实验机会难得 他不能放弃 二人争论不休 这时 杨子阻挡在两人之间 我父亲把他的一生 托付在这个实验上 求求您让他完成吧 钟禅寺冷淡地说 你以为他旧家菜籽 是因为血亲吗 梅马板也直接了当 当然是为了实验 只不过实验体 碰巧是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人罢了 牧场被气急了 上前揍了梅马板一拳 后者被打飞出去 撞上了实验台 杨子想要诉说什么 却被钟禅寺阻拦 没必要说出来 杨子小姐 千万别说 可他已经忍耐了太久太久 是时候 把所有的真相合盘拖出了 他缓缓开口 说出了一个除中禅寺和梅马板之外 所有人都无法想象的事实 家菜籽是我和梅马板的女儿 听闻 牧场勃然大怒 扬言要杀了这个凌辱女儿的禽兽 杨子奋力阻止牧场 然后继续将混乱的故事反转起来 是我主动诱惑父亲的 我爱上了父亲 想从母亲手中夺走父亲 一切都是从我的邪念开始的 原来 拥有阿蛇事情节的不只是赖子还有杨子 当时母亲患了男志之症 却怪罪给身为医生的父亲 而后者却舍弃了名誉与地位 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母亲 杨子恨不得母亲立即死去 又因心疼父亲而产生了情愫 可即便如此 梅马板依旧爱着自己的太太 让杨子觉得很不甘心 她对母亲的憎恨继续加剧 但杨子还是怀了梅马板的孩子 之后她听取红迷的建议与其私奔 杨子之所以反对继承财产 是因为她不希望家菜子成为柴田之子 她只希望那女儿是她爱过的第一个 同时也是最后一个人 梅马板姓四郎的孩子 而杨子之所以将一名取为娟子 不过是想要取代自己的母亲罢了 现在 她彻底冲破了伦理的束缚 坦白一切 而梅马板也紧随其后放飞自我 我要跟杨子一起下地狱 因为我也爱她 她也说出实验的真正目的 那就是创造一个纯意识的世界 在那里 他们可以获得永恒的安宁和幸福 不受伦理的束缚 中产四向前一步 你错了 人类之所以为人类 是因为她保有完整的人体 身体与灵魂是密不可分的 连接在机械上的脑所生出的 根本是机械的意识 梅马板不敢相信 你说谎 即便是谎言 但这话可是我说的 如果你在一瞬间相信了我的话 你就输了 这就是诅咒 是科学领域中无法拥有的武器 梅马板陷入了茫然自私的状态 被阴阳师植入诅咒的念头 这一辈子都挥之不去 中产四表示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酒保与家菜子不同 是不需动手术的健康体 所以梅马板势必会被问罪 可正当青木和牧场 要将其逮捕之时 梅马板突然叫羊子一起逃走 中产四刚刚说的是谎言 我的研究没有问题 在那个世界 父亲与女儿的关系不再有意义 任谁都能相爱 牧场用力抱着羊子 不让他离开 但想不到的是 他竟然被心爱的女人猛然插了一刀 牧场无奈倒地 看着羊子毫不犹豫地抱起平台上的匣子离开 和梅马板跑进电梯之中 之后 研究所电力中断 整栋建筑发出悲痛的声音 那是酒保俊工在哀嚎 电力抢修之后 众人乘电梯来到楼顶 一个匣子掉在地上 里面不像血液 也不像体液的液体 一直延伸到羊子脚下 他的脚下躺着梅马板姓四郎的尸体 脖子被酒保俊工的残骸紧咬不放 表情惊骇万分 酒保俊工变成了自己想要的形状 被羊子掐死了 梅马板姓四郎被自己的实验材料咬死了 疯狂落下了帷幕 羊子对牧场道歉 然后伸出双手 准备接受法律的制裁 10月14日 关口带着新书爬上眩晕坡 拜访中禅寺 他拿出印好的新作交给中禅寺 被日常吐槽一番 鸟口依旧消息灵通 案件之后的各种小道消息 没有他不知道的 南本君知把那间房子卖了 四田把信徒喜设的钱全部归还 羊子在接受调查 替他辩护的是曾刚 有酌情余地 话说在另一个地方 天气已经很冷 羽公还穿开金的衬衫 没有外套 他小心翼翼地抱着一个箱子 偶尔对里面说话 和佳菜子私奔后的羽公四处流浪 没有换洗的衣物 身上的钱也用尽了 但他还是成功获得了幸福 将和佳菜子永远在一起 荆棘下宴的作品 以怪力乱神闻名 第一部孤祸鸟之下 作为线索的妖怪是孤祸鸟 第二部亡两之侠的妖怪是亡两 而这两部看似悬疑的案件 都融合了很多常理之外的事 亡两之侠本质上是几个独立的案件 恰好凑到了一起 只不过凶手和被害人认识 甚至仅仅是有过很浅的交际 从而形成了相互关联的假象 但背后并没有一个提纲协领的大事件 大boss 亡两之侠 也许不是本格推理迷眼中 优秀卓绝的作品 但绝对可以算是日式怪谈小说的翘楚 他怪诞诡异的气氛 弥补了诡计上的不足 那些脱离常规的论点也成为一大特色 因为怪谈本身就是匪夷所思 其实怪谈本身就是日本推理小说的一部分 从推理之父江湖川乱部著名的人间椅子开始 怪谈就成了推理小说的一大元素 但如果怪谈的内容占比过大 那推理部分势必要受到影响 缺乏逻辑的内容和设定 终将拉低小说的水准 毕竟推理小说最终 还是回归到一个破获案件的理性故事 但荆棘夏宴在王两只霞中 做到了推理与怪谈的平衡 众多线索交织一处 时间线完全打散 但如果仔细收集作者安插的明线暗线 最后的豁然开朗还是非常有收获感的 以下是小说故事时间表 如果有看得晕晕乎乎的小伙伴 不妨参考一下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是陆小赵 我们下周见咯